Siri,她是一個不會哭的人 哪裡? 我太害羞了 她們也太誇張了 我太害羞了 台客 今天的企劃邀請大家留言 一件猶豫很久的人生清單 一個禮拜之內要跟我一起完成 汶圈調查發現 很多年輕人對於自己的未來猶豫不決 我們會透過大家按讚 選出一位18到24歲的年輕人 一起完成你的企劃 我阿公95歲了 她是一個住在布農族的部落 卻講著日語的排灣族 我一直很想訪問她的人生經歷 但我不太會講日語 目前從60幾個PO文 我們選了一位原住民大學生 現在就是等她下課 再繼續跟她討論細節 嗨,導演 嗨,你是QR嗎? 是,我是,你好 你覺得你是一個很有行動力的人嗎? 哈哈,如果我是的話 這件事應該早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你很想做這件事了 我們決定帶阿公回排灣族的故鄉 聊聊她年輕時的故事 你阿公還好嗎? 我昨天有跟她通話 感覺還OK 怕老人家離開醫療的地方太遠 不太好啦 對,我也覺得 因為那個來回都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們可以改一下企劃嗎? 你原本的企劃 那因為昨天發現你就是音樂學生嘛 所以你要不要演奏一首歌給你阿公 不過今天就得寫出來 所以剛剛都沒唱出來給我們聽 這首歌是你要寫給阿公 而且希望他是第一個聽到 在跟QR聊天的過程當中 發現他阿公對布農族有個很大的貢獻 當時我們那邊工作機會很少 所以部落就剩下老人家要小孩 所以那時候我爸就在想該怎麼辦 然後我阿公剛好有一塊兩甲的地 所以我爸就是問阿公說 可不可以把這個地捐給這個基金會 現在已經大概應該六七十位的員工 在那邊工作 對對對 他最喜歡的孫子 不行講這個阿 因為我比較早回去 所以他看到我就會覺得 啊終於回來了 就是會想念 謝謝 謝謝掰掰 嗨妳好 妳好 妳好 哈囉 阿公從中午等到現在就很緊張 然後他已經沒有那個力量可以緊張 阿公現在就是 他以為我們中午要就到了 所以他從中午就一直期待著 然後一直到晚上我們現在才到 所以他那個 就沒有可能沒有講清楚啊 對 我有跟爸爸講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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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裡面怎麼有一個度假村啊 就是這個這塊地是阿公捐的 就是以前這邊是荒地 導演我們就有掌 我知道你想到那麼厲害 沒有啦 這真的沒有什麼 現在去找阿公嗎 對 好 加油 好 但是他剛剛跟我說 阿公身體有點虛弱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是在旁邊這樣子偷牌拍而已 阿我跟阿公先拍 可是他死人家生病耶 他生病耶 出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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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跟他講話 看你們要不要去吃飯 有 哇 很可惜我吃素耶 他們為了我準備這個素食餐盆 阿公是什麼樣的人 台灣人 阿公就是 阿公就是 會不會太請導演 阿公我覺得他是一個 邊緣人 台灣族的區域 這樣就是最大的布農族的區域 那他不會講布農語 那他跟阿嬤唯一可以溝通的共同語言 就是日文 嗯哼 對 所以他基本上他只能跟阿嬤 還有他的自己的孩子 就是溝通 那其他的布農族人都沒有辦法 所以他幾乎沒有朋友在這邊 已經工作多久了 對 Shut up 高中畢業就工作嗎 我們國中就要休學了 所以家裡規定要休學一年 對 這是我們家的傳統 對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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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11日後 他就 瘋了 去醫院 靈魂不夠 爸爸 客人來了 在布農的 平靜的男人 大概50歲就死掉了 他是一個 長壽的一個 到96歲 他來到這裡的時候 他得到神農林廳的獎狀很多 只有阿公 我也感謝他 我們四個 早上起來去工作 他很兇悍 我三歲小兒麻痹 他沒有幫我當那個 正不正常的人 照抄啊 給他工作 所以我今天在原住民工作 意志力很強 是他訓練 然後他會教 所以這邊的農業 的提升是阿公 牛百米糧 他的土地糧甲 兼給基金會 所以我們今天 部落的人都在這裡工作 我每次給他講 阿公你很偉大 你所努力的 孩子都大了 你把這個土地 賺錢 叫Foundation 我可以問一下嗎 可是台灣去美國 還是出生在美國的 兩歲到九歲都在美國 喔 那就比較沒有文化的了嗎 沒有文化 對對沒有文化的 我想替基瓦問 你們家族最想要留的價值觀是什麼 他說只要愛活著 晚上一定要一起吃飯 可是你們現在大學畢業 動不動就去台東 動不動就去哪裡 把這個家變空巢 這是他講的 那以前我們的祖先是 我們一起打獵 大家都有份 那今天不能打獵 就沒有說原住民 也變成照顧自己了 年輕人 特別是我的孩子 一起回來 阿嬤是最漂亮的女人 所以你也很漂亮 懂嗎 懂嗎 對不對 女兒都很漂亮 你看 對 阿嬤也是很日本教育的一個 非常優雅的 老爸 你看那個女婦的女孩子 阿公 他說現在你們這個孩子沒有禮貌 接電話 喂 你找是誰 你打Solo 我們有問關於他 他來到布農族部落有什麼困難嗎 他很厲害 在農業這部分 所以很多族人是會來向他學習 就比較不是我想像 可能他來這裡被排外 然後 可能很多不適應 那些 這次的訪談 你有沒有什麼新的看見 關於這塊土地 也經過掙扎 他也不是一開始就是 我很樂意的捐出來這塊土地 而是也是透過掙扎 然後最後決定說 那捐出來的話 可能也是可以真的幫助到這個主人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賭注 可是這個是完全象徵原住民文化 就是分享文化 完全 完全就是 對啊 我也 好厲害喔 對 當他願意這樣子擺上付出 去分享也好 把他的土地這樣子 捐出來 這個是我寫給阿公的一首歌 好嗎 好嗎 嗯 嗯 好呀 你們這樣會有一點那個 不要笑的喔 我剛剛想不說 你看面 那我會不會讓 Schul延克 嘗嘗 看看 我會不會讓它 那我會不會讓我 可以嗎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这个是我们的婚后 虽然说着不同语言 却能感受你的爱 固执又倔强 并且不太好 但当我最软弱时 却温柔陪着我 阿公 我爱你 因为有你才有今天的我 阿公 ありがとう 你永远将坐在我心中 我看你的四个 是我们的婚后 不知道能问候多久 我们以后再相见 好乱 你太夸张了 你太过分了 白鸽我是看你都还真 你太过分了 我不是 我这次看到白鸽 它是一个不会哭的人 哪裡 然後他剛剛一機會再走就沒辦法了 這件事情啊 猶豫了那麼久 最大原因是什麼 就我自己的惰性 想很多事情 但我不一定會實際把他實踐出來 然後像我妹妹 她是一個很有想法 也很有行動力的人 兩年前自己做蛋糕 存錢 然後去歐洲自助旅行 然後再來是 因為對象是我阿公 總覺得他應該就是一直陪在我身邊 可是因為今年阿公他開始不工作了 就感受到他可能真的快要離開這世界 剛好看到這個企劃 就是一下就想到可以做阿公的生命的紀錄 然後很幸運的被選上 這部影片應該是我今年最喜歡的台客劇場 我超喜歡這種模式 就是跟其他的創作人 Giwa你也是一個創作人 一起合拍一些任務 那我相信台灣也有很多的任務 是我內部團隊 沒辦法想像的 想要創造一個留言區 讓大家可以分享任務 我們在想一個網站 可以讓大家留言 留言台灣社會需要被關注的議題 或者想要被完成的企劃 最後非常感謝Giwa 還有你們的家人 讓我們拍攝 還有讓我們住在你們的休閒農場 也謝謝每一個留言任務的網友 希望你們的任務可以自己執行 或者等著這個網站出現 我們再一起執行 OK 下禮拜見